欢迎回来,邓丽君逝世20周年,邓丽君文角基金会和好莱坞特效团队合作,筹备5年花费高达3.1亿,要以虚拟3D影像,让邓丽君复活公蛋。 邓丽君复活,邓小巨蛋开工艺演唱会,幕后功臣就是拿下本届奥斯卡视觉特效奖的,好莱坞视觉特效团队数字王国。 捕捉邓丽君的每个动作和面部表情,团队参考邓丽君的影像和照片,再用电脑动画呈现3D效果,每个角度都要touch in heart,让观众产生共鸣。 地球紧张,有你无怀抱,无处复战风世道,终于若树鸣章。 虚拟影像重建技术,去年在周杰伦演唱会出登场,两位巨星跨时空同台对唱,赢得满堂彩。 全场的观众也都是给了很多的掌声,尤其最难的就是因为J.Ciao的观众都比较年轻,但是他们全部都在大和尚唱Teresa的歌,让我非常的激动。 深圳的短情,教我思念到无尽。 邓丽君逝世二十周年,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盼好莱坞特效团队携手合作,要在这特别纪念日里,继续实现邓丽君生前的人生理念,用公益回馈社会,送给粉丝们小小惊喜。 新唐人亚太电视,曾一豪,李怡君,台湾台北报道。